國中時期的輝煌 高中時期的沉淪 浪子回頭驚不患的攀爛行物 他不僅是一個射手 他是一個永遠都不會放棄的男人 他是 三 錦 瘦 大家好 歡迎來到柴魚罐頭 這支影片除了灌籃高手的介紹 也會在片尾方上我認為最相像的 90年代NBA球星的短片 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的影片哦 176公分 63公斤 我可以打任何位置 這次三錦剛加入香北時的自我介紹 就讀50中學時 在現大賽冠軍賽中 與比賽剩下12秒落後1分 球全在對手的情況下 原以為沒有獲勝的機會 直到遇上了那個滿頭白髮的男人 現在放棄的話 比賽就結束了 三錦在安息教練的鼓勵下 帶領球隊逆轉成功 奪得冠軍 並獲得MVP 高中時期 三錦拒絕了 林南高中教練 田剛貿易的邀請 加入了安息教練任教的 湘北高中 並在那裡遇到了和他一樣 有稱霸全國目標的赤木鋼線 他和赤木最初經常發生爭執 也常嘲諷赤木球技插進 三錦對於自己的籃球信心 是抱著完美無缺的心態 然而卻在與赤木的訓練賽中 左膝意外受傷 在醫院治療期間 受傷未癒的山頸 偷偷跑回球隊打球 結果導致腳傷加重而出院 後來在正式比賽時 趁著拐杖到球場觀賽 認為自己腳傷 無妄再打球而不自保自棄 心理扭曲 悟如歧途 開始與不良少年為伍 這時候的三錦 除了長著帥 真沒什麼討人喜歡的點了 三錦整天帶著一群兄弟 到處惹事生非 而且見不得別人玩籃球 如果有人打籃球很開心的話 他就會去教訓那個人 三錦曾因為嫉妒 攻城良田的活躍 帶六個人去教訓他 三錦趁鄉北打架 回背競賽的這個時機 甚至帶著不良少年 去籃球館鬧事 挑戰鄉北籃球隊 後來櫻木軍團的到來 三錦也被慈目一掌打醒 因為腳傷放棄籃球 放棄夢想 可是心裡真的能放下嗎 這事上有些東西 放棄比堅持更加困難啊 教練 我想打籃球 沒有多餘的用詞 當最敬重的安西教練 站在眼前 自尊和哀傷都不重要了 放下所有的偽裝 實在是真的想打籃球啊 而死黨鐵籃的那一句 再見運動男孩 也像是在跟三錦說 他天生就是個籃球手 他就該在籃球場上揮灑自己的青春 剪去長髮的山頸 想上了假牙 放下了過去 從時自信 雖然空窗了兩年 他還有被上帝祝福過的手感 從林兆青狂到一蹶不振 再到烏入歧途 再到浪子回頭 不怕犯錯 就怕忘記了自己的初心 對翔陽一戰 他遇到了長谷川強硬的綁手 國中時期的長谷川 曾經被三錦在比賽中 無情的濃捏過 進入高中之後 三錦因為傷病離開籃球場 長達兩年時間 而長谷川卻經過幾年的艱苦訓練 成為了翔陽隊的先發球員 這時的長谷川認為 情人捕捉 論天賦 他遠不及三錦 但論努力程度 他遠勝三錦 於是在前 三錦在廁所聽到了長谷川的豪言壯語 那就是要壓制三錦 令三錦全場得分在5分以下 長谷川的目標幾乎要成功了 上半場結束後 在他的防守下 三錦只得到5分 且上半場就有體力透支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 下半場疲憊不堪的三錦 居然浴火重生 連續投進4顆不講你的3分球 再加上3次罰球 下半場一個人得到了15分 請客間把比賽的局勢逆轉 這個時候 長谷川知道 三錦回來了 而對海南一戰 是三錦獸和神仲一郎的天賦型射手 和後天努力型射手的對決 這也是三錦所有的比賽中 表現的最差的一場比賽 因為針對三錦的防守策略 就是不讓你有任何輕鬆出手投籃的機會 無論是木森一還是清甜信長 一旦三錦有出手機會 都會迅速近身干擾三錦投籃 在這場比賽 阿神成為了外線的贏家 高頭教練的那句真正射手是苦練出來的 就說明了三錦的兩年空白期 是不敵阿神的原因 就像最後一球 三錦急於出手 結果被清甜破壞掉了投籃 香北也錯失了可能反敗為勝的機會 賽前三錦拿出了照片 香北和林楠的比賽就此開始 直到三半場結束 除了得分 在防守端 三錦也成功的守住了福田 讓林楠才領先6分 所以田剛教練中場休息的時候才會說 香北一直是靠三錦在支撐 下半場因為安西教練不在 香北缺乏應對的策略 加上當時也正是田剛所說 香北不安要素一一顯露的階段 這些都加重了三錦的心理負擔 隨著三錦越是想要幫助球隊找到突破口 同時也因為荒廢了兩年而造成的愧疚感 比賽中的三錦對於自己的負面情緒也會增加 這些都讓三錦的疲憊感越強烈 隨著在比賽中的積累在香北處於劣勢之時 身體和精神上的雙重壓力就壓垮了三錦 最後連飲料都打不開 所以三錦經常會悔恨 將過去的自己無限放大 因此三錦總是在懷疑與堅持之間搖擺 香北對三王宮夜一戰是灌籃高手中的巔峰之戰 比賽開始前 安息教練非常少見的做了開場戰術的安排 本場比賽開場 三錦就成為了球隊的主攻點 面對強者三王 三錦展現了自己的價值 幫助球隊創造更好的進攻空間 到了比賽中 三錦面對一隻倉防守 他感受到了球手之間的配合 軍事完美無瑕 連續命中三分 即便一隻倉緊跟著三錦 防守沒有錯位 但三錦仍然極情跳投 將球投進了籃框 開場兩分鐘內 連續三季三分球 三錦獸狀態極佳 不過比賽到了下半場 在魚住點醒赤木時 體力枯竭搖搖搖欲墜的三錦也被點醒了 赤木是赤木 和田是和田 那我呢 我是誰 對了 我是三錦獸 永不放棄的男人 不再懷疑 只有堅持 投入一個又一個三分球 原作連載結束的漫畫中 三錦拼命練習三分球 提升命中率 以彌補兩年空窗席的缺憾 甚至還在懊惱浪費的光陰 三錦帶給我們的事 浪子回頭的勇氣 和永不放棄的精神 做錯了事 走錯了路 只要我們還有從頭再來的勇氣 一切都可以從頭開始 就算大比分落後 就算體力接近零界點 依然能用三分球為球隊追回比分 我對G Miller是我認為最像三錦的球星 因為他們都是永不放棄的男人 在你身為最像三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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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可以從頭開始 出現了 最像三錦 出現了 在你身為最像三錦 出現了 對G Miller 出現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